2021年12月28日 时任西双版纳州委常委 州政府常务副州长 傅希 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接受审查调查 他的罗马令人唏嘘不已 违纪违法的问题就是那个灰犀牛 平常你没有发觉它的存在 你真正真一看见的话 它已经冲到你面前来 就是那么大 你无法躲闪的 27岁提拔为政科级干部 在多个重要岗位上任过职 39岁提拔成为县委书记 作为迅速成长起来的年轻领导干部 傅希忘记了组织的教育培养 在仕途上却还天天想着走捷径 可以摸索出快餐室有路 升迁法宝 工作上的话呢 我觉得有投机奇巧的一个心理 一个中心三个着力 一心想着快速升迁的傅希 多年来初心几率总结出了一套升迁法宝 就是他口中的一个中心三个着力 平时干工作 傅希总是一心想着如何引起领导的注意 赢得领导的认可 为了表现出自己能力强 勤奋工作 政绩突出 他总是善于抓住领导调研和检查工作等各种时机 表现自己 千方百计引起领导的注意 并留下好印象 得到领导的肯定和认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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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